中文字幕 李宗盛 認不認得後面這棟這麼美麗的建築物 晚上開單是不是很美麗呢 在銀行之前曾經介紹 我曾經說過 報吉島可不可有些新事物 是的 舉例來到這個位置 其實這裡有一間店 我介紹過幾次 不是應該說 有個位置有個地方 我介紹過好幾次 但每次來一次 都逆一逆手 轉一轉手 就是這間 以前不是這樣的 變成這樣 因為改了做另一間店 哇 這些髮式的蛋糕 真的相當美美可愛 這間店鋪是新店鋪 從舊的店鋪之中 逆手之後 至今都不夠一年 從新裝修 加了一些新的賣點 進來 這部分有雪糕賣 亦有自己homemake的 法國式的蛋糕 而且裡面是酒吧 酒吧之中 一個個藥櫃 是以前的中藥櫃 但其實裡面不是賣藥 是賣酒 兼且 亦有DJ 亦有Disco燈光 是一些本地人 布吉人 尤其是古代市場 是一些夜店 尤其是古代市場 尤其是古代市場 古代市場 有些人 不可以 別以為這間店鋪 是夜店那麼簡單 基本上是正餐吃 無論中式 西式 泰式 都不改走 Fusion的路線 看看面前的美食 這是甚麼卷 原來是鴨肉卷 中式鴨肉卷 這是中式的燒賣 但是加在這道特別的醬汁 去炮製 這個不用說了 我喜歡的鵝肝 再加上我不喜歡的牛柳 這就是獨家炮製的吞拿魚 為甚麼叫獨家炮製 因為裡面所用的醬汁 也是在這道秘製 這就是炸吞拿魚 但是也加了下面的奶油 這些奶油 也是secret recipe 再加上其他美食 價錢其實都是二三八匹 到起有交易 有人覺得 這個車實間建設 即是九王齋廁 是否一定要吃齋 其實泰國的齋廁 只不過告訴大家 這個期間有齋菜供應 你可以選擇吃齋 也可以不吃齋 吃肉 我是一個吃肉獸 所以今天就繼續吃肉 似乎准管疫情之中 布吉島的夜生活 都沒有甚麼大影響 又看看另一個地方才行 道門很有趣 各位觀眾 布吉島的New Happenings 是甚麼呢 以為就是夜婆的地方 主題就是哈里波特 所以外面都充滿了 英式和奇幻世界的Feel 裡面更奇幻 進去看看 嘩 嘩 似乎疫情真的相當嚴重 你看看 沒有人的 冷清清 其實這些真的叫做選擇性拍攝 基本上 現時 酒吧裡面有很多人 不過偏偏又出去了外面 這裡 這裡似乎似乎下毛毛雨 所以就沒甚麼人 讓你看看這些氣氛 嘩 嘩 酒吧的後欄地方 還有個這樣的景 是不是真的好像哈里波特奇幻世界一樣呢 所以很多本地人都爭相走來採訪和拍照 其實日光日白來我覺得更加正 但因為這次行程實在太緊密了 唯有晚上來 但晚上加了燈光 又是另一番風情 都OK 是否好介紹呢 嘩 這間酒吧裡面除了有飲食之外 更加有飲食 有意大利粉食 更加有飯食 不過飽飽的 那喝東西就算了 喝甚麼呢 當然是這個 Butter Beer 正 為了令整件事更加爽 酒吧之內 更加有龍骨 飛龍骨 同時間 嘩 有這些燈光投影 令你由此刻 這個星空的迷幻 世界一樣 真是心思盡露 那這個環境 會不會頭暈呢 應該不會一遍 除非喝醉 再給大家看看 但是 簡直坐無虛席 即是說 布吉島的夜生活 基本上 都是一切如常的